今天晚上本來是要做Charlie Mike的導讀 因為我手邊這本非常不錯的 The Challenge of Military Leadership 之前受到廣大的回想同學都非常喜歡 所以我又精選了裡面的另外一篇 跟前面我前一篇介紹的Unleadership幾乎是並駕齊驅 可以相提並論的另外一篇文章 講的是麥帥麥卡瑟我們就來看一看 這篇文章 我有實體書 他的頁數是在 第93頁 所以我沒有按照順序來講 原因是因為不同的文章 我個人的喜好不見得跟他的安排一樣 所以我是挑 要跟同學做解簽的這個文章 是在第93頁 是在93頁 那這篇文章為什麼不錯呢 先把他放好 這邊文章為什麼不錯我個人認為呢 因為麥帥之所以叫麥帥 不是因為他長的帥 是因為他的每一場戰役 都是很辛苦的利用戰術跟 測換他有一套自己的用人哲學 畢竟麥帥 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打到韓戰不是簡單人物 他是傳奇人物 他是西點軍校1903年班 但他之前念的是西德州的West Texas Military Academy好像 是西德州軍校畢業的 他老爸是 好像在南北戰爭裡面的 得過 因為南北戰爭得過 最高的榮譽勳章 Metal of Honor 等於是一門中列 那他本身是西點軍校1903年班 第一名畢業 第一名選優一定要進入 美國的所謂的 Core of Engineers The United States Core of Engineers 不是工兵啦 那個我講過是獨立戰戰的時候 就存在了一支部隊 他不只是作戰 造橋爆破樣樣來 所以 麥克阿瑟為什麼是工兵 跟我們理解的工兵不一樣 他是只有第一名 才能夠優先進入那個 當時的那個部隊 歷史悠久的部隊叫做 The United States Core of Engineers 他就是這樣選運 所以他的兵科是工兵 但不影響 那是最優秀才能進去的 這支傳統的部隊 那 他本身當過他老爸還沒退伍之前的 侍從官 哈哈 兒子當老爸的侍從官 當完之後 當老羅斯福的 Theodore Roosevelt 的侍從官 哈哈哈哈 太厲害了 這樣子 然後呢 還當了西聯軍校校長 然後在1937年退伍 1941年 戰爭吃緊 美國 呃被 可能遭受到日本的威脅 可能珍珠港事變之後 他1941年又重新從退伍被徵召再入伍 就負責打 太平洋戰爭 所以跳島戰術是這樣來的 但他進入太平洋戰爭 屢錯屢敗 屢敗屢錯 好這樣子 先從菲律賓 喔真的是逃出來的 在菲律賓被日軍打到做的 那個魚雷艇 逃出重圍本來要被包圍的 好像逃到不要逃到哪邊 馬尼拉然後 然後坐 然後坐 飛機 喔軍用的飛機 坐到 澳洲從澳洲重新整軍精武整隊出發 但是打的第一場戰役就是敗仗 幾乎是敗仗被他扭轉乾坤 所以 賣帥之所以叫賣帥 我們不得不佩服他 雖然最後他被杜魯門 喔撤換掉了 但不並不 影響到他這一生的龍馬 攻擊傳奇人物 Legendary 哈哈哈哈 我們大概只知道賣帥公路 賣帥二橋 我們不知道 麥克阿瑟的厲害的地方 那他有他的領導統譽的用人哲學這一塊 你要扭轉乾坤 你只有用對的人 他用他用到錯的人 但他知道怎麼再把那個錯的人換掉 這個在一般 一般的狀況不會有人理解 平時你在暫時特別重要 平時用錯人就算了 不會有立即的危害 暫時你用錯人你就準的準備 喔 不但是部隊犧牲 你個人可能要 喔還要被受軍閥的 的制裁 歷史上可能還要留臭名 而且死傷無數 指揮官為什麼那麼重要 我們來看看賣帥 喔這個1903年班的傳奇人物賣帥 他的標題是 作者當然比較不重要啦 當然也很重要 我們說暫時先不管作者 那個John Shortle 我們先不管 這是1986年寫的文章收錄進來的 1986年民國75年 本人小弟在下我 正在 東點軍校 陸軍官校 二年級 我在東點就已經開始要準備讀 西點的東西了 這樣子 我覺得阿發要檢討啦 阿發你不能 老邱還有一個名人堂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堂的 但你不能因為你是東點 就用東點的把西點的全部幹掉了 阿發你要檢討啦 我待會結束前再來看一下 你那個地工作整體作戰 有同學傳給我的 你那是在耍猴戚啊 阿發 你那個叫地空整體作戰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不懂要問嘛 好 這篇題目 是 麥克阿瑟 阿瑟 是 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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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把他的意志力貫測到那個執行手身上去貫測 這兩個人 是非常重要 因為麥克阿瑟是太平洋 是遠東地區太平洋的屬於整個西太平洋到南太平洋的整個指揮官 盟軍的最高統帥 傳奇人物 他要有很好的執行者幫他救火 因為他已經從菲律賓 潰逃真的是坐著快艇逃走 用逃的 差點被日軍包圍 逃到澳洲 他怎麼樣從澳洲用跳島戰術 反攻菲律賓 這樣子 那一個很有名的照片 他走在 從登陸鍵上面下來 踩在 海水上面 就是 我回來了 I'm back 當然不是那個 Swatternager講的 I'll be back 不是那個 不是 那個叫什麼都忘記了 不是那個外星 的那個 阿諾索爾辛格演的 那個電影 I'll be back 不是那個 那個是麥克阿瑟那個經典的照片 我們有機會可以來回顧 我們先把重點 我花了九分鐘做介紹還沒介紹完 既然重點不是麥克阿瑟 不全然是麥克阿瑟 你看那個冒號後面的副標題 Robert L. 艾丘伯格這個人是誰呢 他 他是巴頓的同學 哈哈哈哈 巴頓 好 巴頓的同學 哈哈 1909年拜 西壘軍校 那巴頓 也是傳奇人物啦 但他是跟巴頓同一名連班 但是如果你叫 他站在巴頓旁邊 你會發現 I'll be back 我覺得感覺好像是巴頓的副官 哈哈哈哈 巴頓看起來雄壯威武 艾丘伯格看起來就是 可能是 呃 唯突 中廣大叔 看起來也沒有很兇 很彪悍的樣子 他有他厲害的地方 他 專長是救火 而且沒有一場火沒救成功的 麥克阿瑟最喜歡找他救火 而且美救必定救成 這個是同樣1909年班 巴頓到北非戰場 到西西里島 去發揮他的坦克軍團的戰力 艾丘伯格就被整個從 好好的被 呃 麥克阿瑟直接叫到澳洲 然後呢 叫他從澳洲再到 帕帕紐基尼 在印尼旁邊比較靠近澳洲地方 那個辛吉內亞 巴布 亞柳吉內亞 那個帕帕紐基尼 我記得是那個地方 跳島戰術 找他救火 所以這個人有他厲害的地方 麥克阿瑟才會倚重他 雖然他看起來像一個中廣大叔 哈哈哈哈 1909年班 這樣子 我們看 怎麼樣來做領導統一在戰場 而且這是一個打敗仗的仗 麥克阿瑟已經逃到 狼狽的逃到 從菲律賓逃到 幾乎是講逃命啊 所以海路空路直接逃到澳洲 是用逃的溃逃 這個對一個名將來講是非常的 呃 畢生最大的羞辱 被日軍 趕到 那個主帥逃到澳洲 那 澳洲這邊如果 再被 打敗仗 而且陷入那種 又被日軍 準備殲滅的那個狀況 你去想想看 麥克阿瑟心裡做何感想 喔 你去想那個狀況 而且慘到 而且慘到 在那個 反攻的跳島 跳島戰術 你跳島戰術裡面這一場 慘不忍賭 美軍慘到 不忍足賭的那個 那個戰場 好幾場 他救火成功的這一場 的戰衣叫 Buna 反正是 好像是 Papa New Guinea 那個地方的一個島 一個地方 從那個地方 他怎麼叫救火隊 艾丘伯格去救火 我們整個來看 這個狀況 好 好 直接開始 To millions of people The name Douglas MacArthur Evokes the image of a brilliant, confident and supremely successful commander 他說 對於 成千上萬 數以百萬的人來講 麥克阿瑟這個名字 就跟我們一想的賣帥 他給人帶來的那個印象 就是一個聰明決定 Brilliant Confident 信心十足 而且呢 Suprantly successful 而且是 極為成功的 指揮官 沒有人認為他不是一個 極為成功的指揮官 沒有人知道他都是反敗為勝 極為挫敗當中 才取得勝利 尤其是韓戰的人川登陸 哈 那個蝦子在講 他這個參政路也是很經典 In the 41 years that have elapsed since the last campaign of World War II His victories have come to be viewed as quick, smooth, and simple operations against an impoverished foe 他說 在他41年的 的軍事生涯當中 麥克阿瑟從軍41年 自從 而不是講麥克阿瑟 我大概也是麥克阿瑟跟麥克阿瑟差不多了 那就是說 從 前一次最後一次的第二次世界上的戰役 去今41年的時間裡面 麥克阿瑟的 成功 軍事上的勝利 一直被視為 是一種 快速 順暢 簡單的 作戰 的戰術 的這種戰士 來 對抗 非常 非常 不足 各方面都 不可取的 敵軍 那個 impoverished 就是說 訓練也不足 人員 兵員 也不足 後勤補給也不足 裝備也不好 那種 impoverished 也就是說 都是對 劣勢的敵軍 採取 迅速 順暢 簡單的 戰士 戰術戰法 的攻勢 來打擊 匱乏 的敵人 這是我們一般人的印象 那那個41年是從 二次大戰最後一場戰役一直到現在 到他寫 這篇文章 1986年那個時候 歷經了41年 這麼多年來 大家對他的印象 就是 戰神 每一場戰役幾乎都是出神入化 而且呢 壓著敵人的頭打 哈哈哈哈 把敵人打得虧不成軍 這樣子 However 然而 但事實不是如此 是 Hinesight has obscured the tenacity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immense difficulties MacArthur encountered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他說 如果我們用 後色的方式 我們從 由後往前看 我們回顧歷史 這段歷史呢 我們用後色的角度 來去回顧歷史 會 讓 日軍的頑強 這一段 因為寫歷史嘛 一定把日軍寫得不堪一擊 事實上 我們被歷史 模糊焦點了 因為戰史學家 會把日軍寫得不堪一擊 事實上 你如果不回顧歷史的話 日軍的頑強是超過你的想像的 所以美軍忽視了日軍的頑強抵抗 導致自己傷亡非常慘重 這叫輕忽 輕忽敵人的頑強 所以你如果用 回顧戰史的方式 你 我們很容易 失焦 忽略了 當年 當初 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軍的頑強 的那種韌性 and the immense difficulties MacArthur encountered 還有 巨大的困難 麥克阿瑟身為盟軍 在西太平洋 南太平洋的統帥 他所面臨到的 巨大的困難 極度的困難 非常的艱困 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樣 戰神出馬 立刻就打勝仗 把敵人打得潰不成軍 狀況 實況不是這樣子 這樣 在 在西南太平洋 這個戰區 每一場戰役都很難打 而且每一次都是美軍被打的 幾乎壓著頭打 因為你 美軍到了一個自己不熟悉的環境 地獄裡面 而且輕敵 這樣子 而且指揮官 沒有辦法 用到好的指揮官 必須要撤換 正前換將 起此回聲 然後呢 扭轉戰局 那中國人的眼光裡面是 正前換將是大忌 美軍從實證裡面看 你如果 在戰況 因為領導 士氣等等的問題 造成戰況 不如預期 甚至戰況比原來預期還要糟很多 你如果不能大幅的立刻 正前換將 一定打敗仗 而且死無障身之地 這個跟東方的指揮哲學不一樣 換言之 如果是我的話 台面上這批人如果在戰時 全部會被我換掉 我裡面找士官來 喔 當司長 當 軍團司令 我找士官來 我都覺得會打贏 我沒有騙大家 很多人覺得我在胡說八道 我是西點的思維啦 我不是東點的思維 雖然我把東點全部唸完了 我說我是鳳山鐵牛兄 鳳山的三所軍教 全部被我唸完了 中正玉校 陸軍官校 陸軍部校 我是鳳山鐵牛兄 但我的思維是西點的思維 同學如果不認同我這種講法 我們待會來看實際的政理 你就知道 所以台面上現在我看到這些人 如果在戰時 會被我全部換得一乾二淨 說不定全部換士官都比較強一點 哈哈 Not all of this victories were quick and easy 他說 作者講說 並非所有麥克阿瑟的勝利 軍事上的勝利 他的每一場勝利都是迅速而且 簡單的 容易的 The Japanese did not quit upon request 日軍並沒有因為你要求他們投降 他們就投降了 而且呢 就停止對你攻擊了 沒有 喔這樣子 日軍是散到最後一兵一組 哈哈 哈 哈 In three major campaigns Buna in December 1942 Biak Biak In June 1944 And Manila In January 1945 MacArthur The suffered initial setbacks From the Japanese 他說 最主要最主要整個西南太平洋最重大的戰役 最重要的三場戰役 麥克阿瑟都是前面被 啊搞的 被壓的頭打 整個大挫敗 都是靠後面扭轉戰局的 這才能夠 證明 他是一個傑出的傳奇性的指揮官 如果都打順風球 找小學生都可以打 麥克阿瑟是從逆境 那個幾乎要投降被整個瓦解掉了 整個翻盤了這樣子 他才叫名將 但我們 一般 都忽略掉這個實況 因為我們被戰死學家把他捧上天之後 忽略掉他的艱困 我們首先來看 三場重要的戰役 一個是Buna In December 1942 這三場戰役都會在這本書的 這個文章裡面講到 我們先看第一場就好 那1942年 12月的Buna這場戰役 是麥克阿瑟 很經典很經典 扭轉乾坤 你念戰史 近代戰史 一定要 尼老頭獄 尼老頭獄 你不念 你不知道 你就不用當指揮官了 你當連長當完就退伍了 就不要往上升了 如果你不知道這場戰役 怎麼扭轉乾坤的 西方我相信每一個軍事指揮官 到了銀章以上都會知道 我 我官校是你你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阿發知不知道 還在耍猴戚 哈哈 你運氣好不是戰死 哈哈 哈哈 那1942年這個Buna是美軍 我如果沒記錯是第32師 跟著澳大利亞的聯軍一起打的戰役 打到最後澳軍都看不下去了 澳軍都說你美軍在搞什麼 哈哈 到底會不會作戰啊 連澳大利亞的 這部隊都在懷疑咯 都一堆黑人問號咯 那Buna這場戰役是我們前面講到的 Guardel Canal 也就是1942年 呃 美軍在 的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場登陸作戰 第二場就是Buna 哦接待後面這一場是第二場 這樣子 那我們往下看你就知道 被美軍被打到多慘 虧不成軍你可以用虧不成軍四個字去降 都不為過 哦你看麥克拉斯是怎麼去做 戰場緊急處理 去做損害控管 轉敗為反敗為勝 逆轉勝 這才能夠 測驗出測試出 一個偉大的領導者 軍事指揮家 哦軍事指揮者 他的 高人 哦高人一等的地方 接下來是1944年的Biak 還有1945年的馬尼拉 麥克拉斯 麥克拉斯 的部隊 一開打就遭受到日軍嚴重的威脅 而且遭受到一開始的重大挫敗 都是轉敗為勝 每一場這三場戰役都是反敗為勝的經典戰役 他說這三場戰役反敗為勝 為什麼會轉勝 麥克拉斯都是被迫 我必須要 馬上找來救火隊 來鼓舞美軍的士氣 重新集結美軍 把潰散的美軍重新集結起來 然後呢 拯救 哦那個 陷入危機的戰術 軍事戰術的那種狀況 那種劣勢這樣子 表示戰術也不對 指揮官沒大腦 然後各級指揮官 因為你的總指揮官司長 沒有辦法帶部隊了 下面全部潰散 司下面的旅營 regiment跟那個 battalion全部潰散 這是有連鎖效應的 我之前就講 你一個連 你一個司的司長 沒辦法帶領部隊在暫時作戰 你不測換就是整個司 就陣亡 你一個旅 旅長 沒有辦法帶部隊 整個旅你不換 整個旅陣亡 就整個 兵敗入三島 一路往下推 為什麼前面那個 Bradley要講 他要正前換將 那個是George Marshall 可能是 比麥卡瑟早一個年半 1902年半 那個George Marshall 他是VMI的 維基尼亞軍校的 他就是 馬上派了他手底下的人到 Guardley Canal 自居的前一個單元 去訪問基層的指揮官 那個指揮官講 我來這邊 幾乎天天都在換 把所有指揮官全部換光了 我才維持住那個戰局的 不能帶部隊全部換掉 同樣發生在 這一場BUNA 的戰役裡面 跟後面那兩場 一直到馬鈴阿 你可以了解到西點軍校 人家會打勝仗 不行就壞人 我絕對不拖到部隊垮了 我再壞人 好醬 MacArthur MacArthur always use the same firemen to handle his most difficult missions Lieutenant General Robert Lawrence Achelberger 救火隊都是同一個人 三場戰役全部就成功 打局率百分之百 全部拍Achelberger 這個就是老美又人哲學 拍他就對了 不用管那麼多 我給你我要你幹嘛 你去執行就對了 細節我不管 這樣子 我只告訴你政策指導 就這樣 麥卡拉車很簡單 不能就換 不行就換 換到最後一兵一組 將官不行 換校級軍官來指揮 校級軍官不行 換位級軍官來指揮 位級軍官還不能指揮 換次官 我換到能指揮的為止 這跟我以前在當連長當營長 碰到狀況一樣 我自己來 該換全部換掉 全部給我滾 不要讓我看到 我自己帶的士官座 都戰力都還強一點 哈哈 然後繼續往下看 所以三場戰役的 由裂 轉 由裂敗轉為聖 逆轉聖的關鍵的救火隊員 同一個人 麥卡拉車用同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 Lieutenant General是中將 那個時候中將 三顆星 Robert Lawrence Eichelberger 1909年班 巴頓的同學 同一個年班的 巴頓的同學 同一個年班的 國隊 的任務當中 Eichelberger的 他所 憑藉的就是 戰術思維的創新 然後呢 嘗試的判斷的訓練 不用太高超的訓練 你用嘗試去判斷 那個叫common sense training 訓練你的嘗試 and personal leadership 還有個人的領導統譽 這三樣 三合一 的 的一個 基本 他所運用 依靠的 三合一的這種 三個數值 就能夠產生出 戲劇性的結果 才能扭轉戰局 我們再講一遍 一個是 tactical innovation 戰術上的創新 common sense training 嘗試的訓練 不是專業訓練 嘗試的訓練 and personal leadership 個人 的領導統譽 這樣子 麥卡特是一個傳奇性的 野戰指揮官 所謂的野戰 就是在戰場上面 不是坐在後方 那個 辦公室裡面 是戰場上的 野戰指揮官 Robert Eichelberger on the other hand did not fit the Hollywood image of a general 哈哈哈哈 但是呢 這個就火對 Robert Eichelberger 反而 on the other hand 是反過來 跟麥克阿瑟 兩個根本就 不同類型的人 並不適合擔任 樣子看起來 不像好萊塢裡面 演的那種 將軍的樣子 的形象 這樣子 麥克阿瑟 一站出來 雕個煙斗 怎麼看 不用化妝 就可以直接演戰爭片 哈哈 人家一看就是將軍 不會說他是兵 Eichelberger 站出來 有點像市館長 哈哈哈哈 這樣子 He was not young 他說 他看起來不年輕 實質上也不年輕 你去想嘛 中將怎麼會年輕嗎 Hanson 他也不帥 也不像好萊塢的男星 或是將軍的樣子 Or tough talking 或是講話呢 一副痘痘兵人 鼓舞士氣起來 那個一講話 兵都會很振奮的那個樣子 講話 鼓舞士氣也不行 He did not wear specially designed uniforms Or use theatrics calculated to impress his troops 他說這個人呢 也沒有穿的那種 特別量身訂做設計的 軍服 就是說穿起來不合身啊 跟穿那個 穿起來跟演布袋戲一樣 拉拉踏踏的那個衣服不是穿起來很合身 好像訂做 麥卡拉瑟的軍服是訂做的喔 你絕對看不到第二個人穿的軍服跟他一樣 只有他有 這樣子 連那個帽子跟人家都不一樣 那巴頓也是訂做的喔 巴頓19090在 在北非戰場 在 歐洲戰場 他那個你看他的馬褲跟 長筒馬靴 差的波量 特別的鋼盔上面三顆星 然後呢 象牙握把的手槍 好像還是左輪槍 哈哈哈哈 特別的皮套 然後還拿一個像叫變一樣的東西 像權杖一樣的東西 喔那種 在手上戴著手套這樣打的那種 哈哈哈哈 巴頓也是這樣 自己有一套航頭 麥克阿瑟也是一套航頭 但是 巴頓的同班同學 沒有他就隨便穿 沒有特別特製的航頭 制服 或者呢 他也沒有什麼話術 他講話也不會 喔 比出很特殊的手勢 然後呢 用肢體語言來感染部隊 話術 也不行 特別設計跟希特勒一樣 講話跟快中風一樣 那種鼓舞士氣的 肢體語言通通都沒有 哈哈哈哈 所以他靠的是大腦 他不適合在第一線鼓舞士氣 他是用他大腦謀略 來帶部隊 Rather 那他靠的是什麼呢 By 1944 he was a 58-year-old man who although in excellent physical condition was slightly overweight and concerned about his waist waistline 哈哈哈哈 中年大叔 在1944年的時候 他被找去的時候 事實上他1943年 42年就被找去了 那個Buna 1942年 他是一個58歲的 中年人 然後呢 雖然體能狀況還不錯 但外觀實在看起來 不怎麼撐頭 有一點點過重 然後呢 大腹 大腹便便還是便便 好像懷孕了 那個腰圍特別大 他有點擔心他的腰圍 所以為什麼衣服穿起來比較邋遢一點 因為太和聲的話 那個不是小腹圍圍圖了 那個好像懷胎十月 哈哈哈哈 看起來實在不修壯威武 這樣子 What Eichelberger did have going for him was an iron will, a strong concept of duty, a warm sense of humor, and an innovative tactical ability 那這種中年大叔看起來又像士官長拉哩拉哒的人 到底 他在戰場上的功能能夠連續當救火隊救火成功 靠的是什麼呢 他都不是靠前面那種好萊塢的 將軍的樣子 然後呢出口成章 然後呢跟希特勒一樣能夠感染眾人在部隊前面鼓舞士氣 這些都他都沒有 他靠的是什麼呢 他呢 一直跟在他身邊的 與生俱來有的 是什麼呢 就是他鋼鐵一般的意識 他絕對不會隨便被動搖 鋼鐵般的意志 A strong concept of duty 對於執行任務強而有力的概念 他知道怎麼去執行任務 那種概念很強 A warm sense of humor 而且呢 有 很不錯的很溫馨的幽默感 這樣子 And an innovative tactical ability 他的戰術能力非常的創新 一定可以讓敵人出其不意 這樣子 這幾個是他的能夠救火成功的原因 重要的要素 He never failed to conquer any assigned objective 他從來就沒有 失敗過 也就是說 如果要攻勢行動當中 賦予他的攻擊目標 他從來沒有奪不下目標的 他的打擊率百分之百 哈哈哈哈 所有的攻勢行動裡面 要攻擊兩個目標 從來沒有失守過 就是這樣 你看看 The story of MacArthur's problem at Bruna is well known 他說你只要當過軍人 沒有人不知道 麥克阿瑟當年1942年 在 Bruna這個島 或是地方 他本來就在一個島上面 的故事 這個作戰的故事 沒有人不知道 太有名了 我們可能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 橫渡野人山那個 我們不管西方的戰史 對 阿發要讀一下 我每次都覺得阿發在那邊胡搞瞎搞 那為什麼沒有人知道 他是一個經典 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阿發不知道 老邱也不知道 老邱不要以為你名人堂的 你那個什麼堂啊 你看一下人家西點怎麼弄好不好 His first offensive of the war was in grave jeopardy in November 1942 他說他的第一個公式行動 整場太平洋戰役的公式行動 在1942年11月 1942年年底的時候 陷入了極度的重大的危機 跟危險當中 When an insufficiently trained American division having stymied and demoralized by the Japanese 那為什麼會陷入整個 陷入重大的危險當中呢 整個攻勢 這個攻擊的行動 因為 主要的攻擊的部隊 應該是24th division 我確認一下 不是是32nd division 第三十二師 師長 叫做Edwin F. Harden 他也是1909年班的西點軍校 哈哈哈哈 他 他居然是艾丘伯格的同班同學 同個年班的 好 好 感覺有點熱我開下冷氣好了 好 先暫停一下我開個冷氣 通風一下滿熱太激動了 喔 太 慷慨激昂了感覺有點熱 好繼續 在1912年11月的時候 32師 是一個 缺乏訓練 而且呢 被困在 被陷入那個泥落當中 叫stymied and demoralize 而且士氣已經瓦解掉了 被日軍 守軍 守備軍 被守備軍頑強抵抗之下 整個士氣被瓦解了 我們來看那個stymied 我不知道我唸的對不對 我是這樣唸啦 但不見得我都會唸對 我們來實作一下好了 好沒錯 to prevent someone from doing what they have plan or what to do 就是被 呃 除外了 被困住了 他的行動被遲滯了等等 那這個32師 被辭制 被 被日軍 整個士氣被日軍瓦解掉了 那個部隊的狀況非常非常的糟 幾乎不能打仗了 Douglas MacArthur whose pride have been severely wounded in the recent Philippines campaign had no others reserved in the theater 那 麥卡瑟呢 他的 威望威名 戰身的威名 才剛剛被重創 在 不久前的菲律賓的戰場上 我說他是逃走的 坐的那個魚雷快艇逃走的 哦 逃離那個菲律賓 然後 好像不知道到 馬尼拉還到哪邊搭飛機 逃到澳洲 這樣子 所以這一段 逃離菲律賓的事情對他來講 是一個 生育上 的重創 結果呢又碰到第32師 在Buna這一戰裡面又被 又被日軍瓦解了 那個整個師虧不成軍了 這還得了 他手邊已經沒有預備隊了 能夠再投入 意思就是說 我已經沒有部隊可以去增援他 然後把 用換防的方式 或是測換的方式 讓新的部隊進去 把這個部隊 調離第一線 讓新的部隊 他手邊沒有牌可以打了 已經沒有預備隊了 那個reserves是預備隊了 怎麼辦 看他怎麼辦 只好派救火隊去 重新在戰地 一邊作戰當中 一邊整頓 戰場直接整頓部隊 這樣子 唯一的結 唯一的做法 否則就是整個師被吃掉 那麥卡斯就不用混了 哈哈哈哈 哈 Futemore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this division cause the Australians to question the fighting ability of American soldiers 他的問題還不止如此 連友軍都懷疑美軍了 因為我講 Funa這個戰役是 澳大利亞 地利之變 剛好在澳大利亞 離澳大利亞很近 澳大利亞的部隊 跟著美軍一起協同作戰 結果那個 第32師 師長 是Eichelberger的同班同學 1909年班的那個Harden 不會指揮 亂搞 那個部隊幾乎就被他搞垮的 連澳洲的軍隊看了都搖頭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真的要打仗啊 哈哈哈哈 我們只有想過 老美懷疑說 盟軍有沒有 自我防衛的戰鬥意志 同學一定沒有想過 1942年11月在Buna 澳大利亞軍隊看到美軍的第三次 32師 在這場戰役裡面 開始 澳大利亞的軍隊懷疑美軍 你到底有沒有戰鬥意志啊 哈哈哈哈 知識體大 啊那個是32師 我們剛剛看那個師長是Harden Edward Harden 啊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照片是少將 Major General他當師長的時候是少將師長 他當師長的時候是少將師長 為什麼要用Selvage 那個等於是解救眾生的那個 那個功能跟效果幾乎是解救 那個事關的美軍的傳統的 他的 reputation 事關戰神麥克阿瑟已經從菲律賓狼狽逃到澳洲 再打一張又輸給日本人 那個那個關係到已經不是 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了 那是整個西點軍校都要陪進去了 這樣子 那絕對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所以 IQB等於是 解救眾生 美國西點軍校的 招牌 美軍的招牌 麥克阿瑟個人的威望 全部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 這樣子 那我相信 麥克阿瑟應該 從很很早很早 就認識IQB看出這個人有 救火的專長 才會直接派 救火隊就派他 這樣子 為了要能夠拯救 這樣一個危機的戰術上面的一個 烈士 我們看下一頁已經47分鐘了 我們一定要看到最精采的 麥克阿瑟的命令怎麼下 那個是經典太經典了 搞的有點模糊 還好我有實體書 因為這個刺小的地方就是 麥克阿瑟下的命令 我們看到這邊今天就先 暫時 告一段落 那種 Tactical situation 去拯救那樣的一個戰術的一種烈士 and to breathe new life into the American soldiers at Buna 然後呢要注入新的生命 到 美國的士兵 在Buna那個人間煉獄 美軍奄奄一襲 要讓他們獲得新生 獲得重生 那個叫breeze new life breeze是呼吸的意思 他是灌注的意思 我們也可以來實作一下breeze這個是 他 是一個 屬於怪用語的用法 Breeze life into something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so that people feel more excited or interested 給他一個新的生命力 灌注新的生命 跟灌頂一樣灌進去這樣子 那那個 Eichelberger就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麥克阿瑟會演四英雄 不會因為這個人看起來像中年大叔 哈哈哈哈 像士官長 嗯 麥克阿瑟就召喚了急招 Eichelberger 從澳大利亞 急招Eichelberger過來 On the evening of 30th November 1942 麥克阿瑟 issued one of the most famous operations orders in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he said 在 就在1942年11月30號 這一天的晚間 麥克阿瑟下達了 美國軍事歷史上 軍事史上面最著名的 作戰命令 同學可以去看 艾森豪的 D-Day的作戰命令只有幾個字 你看麥克阿瑟這個只有 BUNA這個戰役下的都在命令 我個人認為非常經典 你看我全部用黃色給他畫起來 我用實體書來看 如果看不清楚的話 因為字很小 因為字很小 看他怎麼講 Bob就是 那個 Iichelberger Bob I'm putting you in command AirBUNA 他說 我現在就任命你 拳拳指揮 BUNA的部隊 包含了 我們前面看到了三十二師 還有聯軍 盟軍的部隊 也就是 Australian 不知道是哪個單位的 澳大利亞的部隊 你現在就是拳拳指揮官了 RELIEPARD 他說 把Harden 三十二師的司長給我撤換掉 換掉 好這樣子 那換掉是誰來當呢 另外找人當 不是他自己去當 他是最高指揮官這樣子 他說你去把 三十二師的司長 Harden給我撤換掉 I'm sending you in Bob And I want you to remove all officers who won't fight 這太有名了 他說我現在就派你過去 你人要過去 不是叫你拍電報 把人撤換 我現在就要你到那個地方去現場指揮 然後呢 我要你把所有 沒有辦法作戰的人 通通換掉 不管成績 通通給我換掉 那個Officers軍官 所有不能作戰的軍官 通通給我換掉 我授權給你這樣子 Relieve regimental and battalion commanders if necessary 看到沒有 他不是光把Harden他的同班同學 哈哈 的同班同學那個三十二師司長換掉 他還說 他說 所有的 團長 營長 必要的時候 如果團長不能指揮作戰換掉 營長不能指揮作戰換掉 通通給我換掉 司長拔掉 團長不能站的拔掉 營長不能辦的不能站的拔掉 他從司長 女長啊 那個團長 regiment regiment commander battalion commander 通通拔掉 通通給我換掉 這是麥克阿瑟下的命令啊 為什麼在美國戰史上這麼有名 put sergeants in charge of battalions corporals in charge of companies 這個太經典了 哈哈哈哈 他說必要的時候 找不到人的話 士官來當營長 營長一般是中校喔 他說士官能當就士官當 然後呢 下士 那個 sergeant多半是中士以上 哈哈哈哈 下士 來當連長 這些不撐頭的軍官不能用不能站的話 我寧可叫下士班長 來當連長 中士 來當 中士來當團長 中士來當營長 下士來當連長都可以沒有問題就這樣幹 anyone who will fight 只要有人願意作戰 有那個哦戰鬥力 只要他能打仗 只要他能指揮 誰能就換誰 哦我不在乎階級 哈哈哈哈 如果這樣的話 在戰時的話 如果我是麥克阿瑟的話 現在所有我們台平上的人幾乎會被我壞掉百分之九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time is of the essence 時間 非常寶貴 我們沒有時間在浪費了 他講time is of the essence 時間很重要 他說日軍可能會有聲援的部隊幾乎每一個晚上都有可能是日本日軍聲援部隊登陸的時候我們現在已經搞成這個樣子了萬一日軍聲援利用暗夜聲援登陸的話我們死個難看意思是這樣他說時間非常寶貴 你不要再給我浪費時間了我現在派你去你就是做這件事情 I want you to take Buma or not come back alive 你如果沒有把 Buma拿下來的話 提頭來見你不要活的回來見我 好這樣子 or not come back alive I want you to take Buma or not come back alive 你如果拿不下Buma 你不要活的回來 你回來就是屍體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地方 太經典了 那我們東點的也要看一看西點軍銷為什麼那麼有名 打勝仗 能夠翻轉整個戰局扭轉整個戰局人家是這樣幹的阿發你要不要看一看這一篇啊 你不要只知道賣帥公路跟賣帥二橋其他都不知道了 你看一下人家怎麼領導統御的好不好 只知道把西點軍銷的適應不良全部趕跑了 你東點的又不行又不能打仗 你看看人家是怎麼弄的 你手底下那些人能打仗嗎 你看不出來啊我看連你自己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啊這樣子 好 58分鐘了 我本來要按照慣例要朗讀一下的 但是因為58分鐘再講下去60分鐘了我就不朗讀了 我就講到這個地方 結論 會演是英雄 秀火隊在必要的時候要出動 該拔掉的拔掉 沒有什麼不能掙錢換將 更何況我們現在還不到掙錢 哈哈哈哈 我以前在我講個故事做結尾小故事 我以前在秋八秋國正的手裡下 在戰訓署 我每天看秋國正在那邊搞來搞去不知道在搞什麼 我時常跟同事講說 作戰署號稱 天下第一大署 作戰嘛 以前老蔣小蔣在好輩輩在的時候那不得了 你不幹戰訓署 那時候叫作戰署 的署長 你不要想升到中將以上 這樣子 所以那是一個很大加大也大的署 你放眼望去老一輩的 每個幾乎都幹過作戰 走過作戰都是走作戰這條路 我也是這樣我也是走這條路啊 但我是比較慘的 我那時候就跟其他同事講說 老秋秋八幹那個署長 那個中校來幹就可以了 何必要搞個 搞個少將大少將來幹 每天看不出他到底在搞什麼 就你說那個批公文啊弄啊 那個中校就可以我來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 那他重要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一個少將去當署長 因為他要面對總司令 總司令是上將是清朝人 清朝的思維 你要關節高一點才知道清朝人的想法 才跟他可以對話 中校沒辦法 也就是說 宮廷的應對進退需要 署長是少將 這個位階這個年紀 這種經驗才懂得宮廷裡面的應對進退 你找個少校去不懂宮廷應對進退 那就不行 但是業務呢 我每天在那邊看半天 我看不出邱國正有什麼高明的地方 那個中校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不需要搞個少將 好 那這個就留待 我們下一回繼續講 我們今天就 先講到這個很有名的 麥卡拉社的 下的作戰命令 那個名流千古 這一段 我也希望邱巴 邱國正 跟阿發 好好看一看 不要悶著頭自己在那邊亂搞 你搞那個什麼地空整理作戰 給山雲統帥看 你不覺得在耍猴戚嗎 那怎麼會叫 地空整理作戰 你不懂來問吧 你不懂又不願意問 不會 你又不去問 自己在那邊胡搞瞎搞亂搞 你要什麼面子啊 你理直都沒有 你還要顧面子啊 亂搞那個你不是在笑死人啊 連二次大戰都不如啦 我老實跟你講 你搞那個什麼猴戚 下次有機會 我再把同學轉貼給我的那個 地空整理作戰 山雲統帥去教育的那一段 耍猴戚的我在拿出來給同學 好好研討一下 我們今天主要是講賣帥 跟IQ Burger 巴頓的同學 然後自己同學 撤換自己的同學 Harden 把市場拔掉 好 感謝同學我們今天很愉快 就到這個地方 下次再見 晚安